同学们好,我们的审计串奖班进入到第19章,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是一个关键章,它在考试情况分析就不在这念了 同学们自己看一下,一看就知道有多重要 首先我们要讲的就是第四节 在串奖班上前三节没有出现 第四节是关键审计事项部分,看得出来吧,这是年年要考的内容 那么首先是可能会考到关键审计事项的筛选 这个达到80%的考评 这个筛选的话有三个条件或者三个步骤 一个是与治理层构通过,另外是重点关注过 那么重点关注什么呢?一般来说 他有没有重点关注过是另当别人,但通常要关注什么? 要关注复杂的重大的管理层判断 还有复杂的困难的,这种开始的职业判断 这个我们可以叫做双判断 这个双判断通常要关注 基本上我们隐隐约约听到另外一个声音就是会计估计 收入确认等等这方面,需要判断的,对吧 那具体来说,重点关注什么呢? 一个是高风险领域,特别风险 所以一个会计估计,一个高风险或者特别风险 主要呢,就这两个方面实际上 还有这个双判断,就是估计方面的事情 当然也可能有重大的交易 其实这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对吧 何为重大交易 在一个公司里边,资料有它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不能一概而论 另外是本次审计最为重要 从17年考到现在 没有一次说让你判断哪一个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这是个职业判断 所以考试不会让你来判断 他会声称,他认为这是本次审计最为重要的 对吧 当然这个不止一项,但也不能太多了 一般就是三四项吧 这个样子 高的话也可以五项 但是再高好像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这个也非常爱考的是 与审计一件类型的关系 如果是无保留,保留否定 不管有没有关键审计事项 你都要沟通 有的话更要沟通 没有的话,你也得有着关键审计事项这个部分 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无发表这一件 就不能包含关键审计事项部分 还有一点 没考过,但是要注意 如果朱特贵是认为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已经被发表了非无保留意见了 就是我发表保留了否定了 就那件事 我认为那是需要我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对吧 注意,不管保留否定 还是无保留 你肯定要有关键审计事项 而且如果是已经被保留被否定的那个事项的话 那一件事情 跟那件事情相关的话 那件事情你一定要有关键审计事项 但是不需要再沟通了 因为你已经在审计意见部分 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所以在关键审计事项部分里边 你即便认为那是需要沟通的 只有那么一个,没有别的 那你也不需要再次沟通 但是你得注明 除了那件事情以外 我认为没有必要 我认为没有其他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所以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在保留否定意见里边 已经明确的说过了 在审计报告里边已经反映过了 相当于已经沟通过了 就不需要在关键审计事项里边 就细节进行沟通 但是你得指一下 除了那事以外 我保留否定了 除了那个以外 没有其他需要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这个要注意 这就比较细了 这也是 另外呢 也比较爱考的是 关键审计事项不能代替其他要求 你看这个考评达到80% 这个关键审计事项 你当时必须得到满意解决的 所以就像刚才讲过的 有一件事情已经被保留否定过了 如果是导致保留否定意见的 那个基本原因 那应当是不满意的 满意的话 你能保留否定吗 对吧 那就不能成为关键实际事项 所以上边说的应当是 与那事情相关的一个事情 对吧 那里边的有一部分 是错的 我给保留否定了 对吧 然后 跟那事情还有另外一个侧面 还有挺关键的 那个事情没什么错 我认为呢 也需要顾通一下 这个意思 所以呢 貌似严格的细细的区分 好像是有点矛盾的 这也可能是到现在为止不考的原因吧 但是一个事情有多个面 你否定了那个面 但是其他可能还是恰当 对吧 但按理来说 其他是恰当的 那就应当再沟通一下呀 你在保留否定意见里边说的事 跟你在关键神经事项 里边说的是不一样呀 那是不满意的呀 这是满意的呀 对吧 但是呢 他这说了啊 就这么处理 应当还是有关系 但是又有区别 如果没有区别 那就一定不是满意的 那不能说是 就不能进入关键神经事项部分 对吧 这前前后后 貌似某些地方有矛盾 但是这主要是取决于 事情有多个面 我想这么解释吧 好 这个他不存在范围数线 也不存在这个意见分歧 所以说这不会导致非无保留意见 那你刚才说半天 已经导致非无保留意见了 对吧 然后呢 在那已经说了 我在这呢 认为他是需要沟通的事项 仅仅就是那一件事 对吧 但是那是不满意的 也可以这么解释 因为那事我不满意 所以我就不在关键神经事项里面沟通 你也可以解释 因为在审计一件部分沟通过来 所以我在这没必要再沟通 两种解释都可以 但关键是你记住规矩 是不需要再次沟通 你就那么提一下就可以 通常我想这种情况是很少遇到的 好 这个是不能代替 这地方关键说的是不能代替 你要是不满意 对吧 那比如说应当保留否定 我用关键神经事项的沟通 来代替保留否定 这是不可以的 这地方讲另外一件事情 关键神经事项不能代替 才会把列宝披露 他应当列宝披露 没列宝披露 那你就该保留保留 不要在关键神经事项里面说了 也不能代替 最后开始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这也说过好几遍了 还有沟通关键神经事项 不能代替在神经报告中说明 可能导致被人当有持续经营 假设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 所以该在重大不确定性部分里面说的 不要放在关键神经事项里面说 对吧 那么从神经报告的位置上来说 那个不确定性部分 是在关键神经事项前边的 如果这两种部分都有的话 那个不确定性部分是在前边的 关键神经事项是在后边的 越往前越重要 所以不要把前面的重要的放在后边来讲 类似道理我们也知道 不要把关键神经事项里面的事 放在强调神经事项里面去 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该往前冲的不要往后缩 就这意思 对吧 第四点 如果某事项被确定为关键神经事项 这不能以强调段和其他段代替 关键神经事项 总之不能往后缩 这个挺爱考的 那最后呢 当然要与智力层沟通关键神经事项 对吧 这个呢 要注意一下 工作提高里面对于关键神经事项的记录呢 还有一些要求 这个呢 偶尔也会考一下 请同学们留意一下 好 这是第四节 第五节呢 是十九章的核心节 非无保留意见 考评也是高达百分之百 那么在第五节呢 咱们二零二二年教材 新增了一个新的提法 或者说 这个提法以前也有 但是没有具体的说 今年终于给了它一些具体的内涵 所以我认为呢 这是二二年新增的一个重大的方面 这是审计工作越来越往前进展 越来越面向实际 不断的有新突破的其中一个方面 就是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这个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像持肥经营假设 或者持肥经营能力有重大不确定性 对吧 那么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二二年教材特意的 这个讲述了一遍 就是不要以为重大不确定性 就一定属于审计范围属性 重大不确定性 可能是审计范围属性 也可能表明 被审计单位才有莫表存在重大错报 所以不要把重大不确定性 和范围属性 划等号 咱们就以前边的持肥经营假设 这件事情 对吧 持肥经营假设有重大合理 但有重大不确定性 那这时候你知道 你得把你的重大不确定性 按照规定进行披露 披露你的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 以及未来用对计划 以及是否可行什么等等 对吧 你得进行披露 对吧 那结果你该披露的不披露 虽然他有重大不确定性 但是你该披露的不披露 该猎豹的不猎豹 那就是叫重大错报呀 所以最后这个重大不确定性 变成了重大错报了 实际上 那也可能有重大不确定性 但是无法取证 它针对未来的 所以重大怪事也不能知道 它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反正知道不敢确定 那这就属于审计范围属性 对吧 如果有重大不确定性 我能确定你有重大不确定性 但是你配套的被那该做的迷住 那不就附带的把你变成了一个 本来给你没事 对吧 本来这个范围数限时也没办法 再会变成你的错报了 这不光是一个实际经理假设的不确定性 别的方面也有呀 对吧 像未决诉讼 反正没有判决 对吧 没有判决 然后呢 这个问律师 律师也说这个胜诉败诉的可能性 以及赔偿金额都无法合理估计 这真的叫做范围数限 但是也许 注册官也是通过自己的专家也好 律师也好 认为这个事情可以合理预计 通常都是赔偿多少多少 虽然没判决 就可以先计题预计负债 结果官员层不提 不计题 那就属于重大错报 所以一个重大不确定性 是事情本身有不确定性 但是在这个不确定性存在的前提下 困计准则 审计准则 规定你官员层应该做的 你得做 你要不配合 那就变成了重大错报 你要配合 那后处在外界也无法查清 那就属于范围数限 对吧 所以要进行调查 而不能说因为有重大不确定性 所以是认为是范围数限 对吧 有的可能调查也调查不清楚 那就要范围数限 有的能调查清楚 你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披露 对吧 那你要不做 你就是错报了 这地方呢 这是今年新增的 以前没这个说法 我个人认为呢 根据审计的经验 当然这个经验也不能当饭吃 根据过去考试的经验 像这种内容 应当会考上的 这这么大的专业性变化 不考怎么行啊 倒也不是变化 不是推翻了原来的 就是进展 所以应当叫专业性进展 这个应当是要考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考不考我们都要做为重力 对吧 他呢也举了例子 我也举了例子 例子他自己看看就明白 我就不念这个东西了 好 总之不确认性 可能导致范围受限 也可能被认定为 存在重大错报 第二个部分呢 这个去确定 非无法的一家类型 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个因素就是 一个是范围受限呢 还是错报 那不管是范围受限 还是错报 他要问 是重大不广泛呢 还是重大且广泛 对吧 那么通常 这个重大不广泛 像这个 有重大错报 但是这个错报重大不广泛 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这五年就没考过 这个无法过去充分 实际上审计证据 要考得很厉害 这个无法过去充分 实际上审计证据 如果是重大不广泛的受限 保留意见 重大且广泛的受限 是无法表示 错报的话 否定意见到也在考 所以这是这几年 爱考的一些类型 做个参照 对吧 然后 特别再说说 如何处理范围受限 我只是把它放到前面讲 这并没有写内容 还是以前内容 对吧 这个如果是管了一层施加的限制 那就是人为的限制 那是可恶的 这个处理是严肃的 如果你这个限制 我认为会影响意见 轻着保留 重着无法表示 那我就提出要求你 消除这些限制 如果连保留都达不到 得了 我就忍了 我也不跟你说 不理你 那我提出来 结果你拒绝取消 我可能要找治理层 对吧 然后呢 考虑有没有替代程序 最后治理层也解决不了 对吧 那可能要 问题就大了 我这时候看 如果是 应当是个保留的 那我就发表保留意见了 如果是无法表示的 好了 那我先解约 解不了约 再无法表示 也可能就解约了 也用不到无法表示了 注意这个过程 这是管理层施加限制 要是其他方面施加限制 那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根据情况处理 好 接下来 不管错报 范围受限 要判断这个错报 范围受限 重大不重大 先不考虑广泛不广泛 有可能不重大 有可能重大 判断重大不重大 对吧 这个 要从定性定量两个方面 这其实跟十八章讲的内容 是重大不重大 那地方是错报 对吧 这地方不会是加了个范围受限而已 对吧 那么定量标准 通常是和范围整体重要性 和认定层次的重要性 考虑定性标准 定性方面考虑是否重大 就不考虑金额了 需要运用判断 评估错报的性质是否严重 是不是影响范围水平的决策 这是最关键的 例如影响盈亏 影响监管要求 你这正好是出犯了监管要求 踩着红线了 不管金额大小 这个错报是不是影响 贝特南部的盈亏状况 是不是舞弊导致的 然后判断错报是否 错报也好 范围受限也好 是否广泛 这个也挺爱考虑这几年 不管是错报广泛 还是范围受限广泛 总是都在考 这个就是说 你很难把这错报 或者范围受限的影响 局限在某一个要素 某一个账户 对吧 这个比方说不提供顺面声明 对吧 这就不是某一个要素 某一个账户的问题 比如说盈亏的问题 比如说 已经纳入合并范围 而没纳入合并范围的问题 就是此类的 是吧 包括发现多项重大错报 好多项目都有重大错报 这个 无法获取 除非事大审计证据的话 未发现的错报可能影响 那个影响 涉及面比较大 对吧 好 这个 还有与披露相关时 这个 虽然是一项披露 但是对报表使用者 理解报表 至关重要 那什么可能至关重要 我们有没有钻到人家脑子里面去 对吧 这个呢 通常过去的考试 他会直接告诉你 说 注册会认为 这个披露的错报 至关重要 他会说出来的 好 这个 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的话 要注意整体性 就是说 如果发表否定意见 无法表示意见 那么 只要构上重大错报 或者重大犯的受限 哪怕是重大不广泛的受限或错报 你都要在 审计一件部分 提及 你不能因为你发表的是否定一件 我这有个重大且广泛错报 那重大不广泛的受限 重大不广泛的错报 我就不提了 他构不上我这个级别 不是这样的 只要构上重大的 都得说明 包括如果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的话 我有个重大不广泛的错报 对吧 这是错报 这也不是范围受限 无法表示意见整体范围受限 那我这错报就不说了 不 构上重大的 必须要写上 就这个意思 这个在专业里面 也可以认为 也通常被说成是 不能做选择性说明 就是只要构上重大的 甭管范围受限 还是错报 构上重大的 都得写到报告中 好 这第五节 相当难的 我们这也就谈了几条原则 所以我讲这么多课 我看这串讲办法上是最好讲的 当然 串讲办是取舍是最难的 我这省事 同学们可不省事 是不是 你要把过去 我们基础班 实际班 给大家总结的一些规律 要同行 要规整规整 确认确认 梳理梳理 是不是 好 第六节是强调段和其他段 这个考评也不低 80%考评 先说强调段 该段落提及 需要在报表中猎报披露 而且已经做了恰当猎报披露 这就是得到满意解决的事项 满意解决了你提什么 我怕报表使用者不留意 越是满意 他们越觉得没什么事 就不看了 其实满意我只是对他的猎报披露满意 并不是对猎报披露的事项满意 他披露了一个特别不好的事 那么这个不好的事 应当披露 披露了 那我就满意 并不是说那事好 对吧 所以怕大家不注意那个事 所以我强调一下 有一个什么事 请你们看一看 就是意思 这个强调段 不能代替非无保留意见 这是常考非常爱考的 因为朱泽国师 做这样一个处理的话 既不得罪人也不 好像是也不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 我把事跟你说出来了 同时我又来了个无保留意见 我也没来非无保留 是不是 这是坚决不行的 考试非常爱考这个方面 还有要求 关职同在此刻报表中 做出的披露 做出的其他披露等等 这个不能代替 他没有做充分的披露 你可不能用强调弹 强调一下 说我强调一下 有个什么什么事 他没披露 你给披露 不合适的 都不可以的 这四个方面 也不能代替关键实际事项 对吧 那么哪些情形需要增加 抢调段 他列了一些 这些都不需要念了 我们这儿不是讲课 对吧 就是画重点范围的 对吧 有准则规定的一些情形 还有一些 做的会是 根据职业判断 可能认为需要增加的 这些都应该确认确认 对吧 某些方面可能跟考试关系 就比较密切 那么其他事项段 考试就比较低了 考试在20% 其他事项段提什么呢 提的是没有必要在 爆表列爆披露的事项 或者跟爆表列爆披露 无关的事项 我们的行文 正规的行文 总是说该事项提及 未在爆表中列爆披露的事项 我觉得说的不清楚 给人的印象是 该列爆披露 而没有列爆披露的 我在其他段里面 给他说一下 不是这个意思 他没必要在爆表中列爆披露的 比方我想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发表 跟无法表示 因为我解除不了业务约定 那这件事情 管理层并不需要在 财务报表中进行披露 说披露 注册管理师怎么怎么样 他这个 要求怎么做 做不到 财务报表才不写这个事呢 所以这件事 跟爆表的列爆披露就无关 管理层没必要在 爆表中列爆披露 你这个事 那你在其他段里面说 所以他跟 爆表的列爆披露无关 不需要在爆表中列爆披露 而不是应披露 未披露 你来个未披露 未在爆表中提及 我能不能理解为 该提及 你不提及 那不就错报了吗 那怎么可以 其他段呢 是吧 所以要准切理解这个含义 他一般的都什么事呢 都是审计方面的事 审计件 审计责任 审计程序 审计包括的分发 等等这些事情 好 他这也列了一些 这个同学们呢 应当去留意看一看 但是不管强调段 还是其他段 都应当与治理层沟通 对吧 这个沟通的情况 也要留意 下面是第七节 比较信息 这个应当是相对来说 考评是最低的那一节 当然还有更低的 考评是零的 一二三节 是吧 我们列上 列到课件里边的 这个是考评比较低的 主要呢 过去来说 都考的是对应数据 过去没有设计过 比较报表 这是真的 我也不能撒谎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我承诺 他就不考比较报表 我没这个权利 我根本没这个资格 对吧 那确实是个历史规律 对吧 大家如果不放心呢 可以把教材啊 我们基础办课件里面的 那个叫做什么呢 比较报表的部分呢 你再加强加强 强化一下 我这个呢 主要就是说这种数据 好 这个首先是连续审计的情形 今年的教材那时候 分连续审计 首次审计等等 分的不一样 我觉得分的更调理的 但是内容还是那些 这个当财报表 列报对应数据时 这肯定得要列报 现在没有不列报的 如果以前对上期报表 发表了非误保利件 要判断那个导致 上期非误保利件 事情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何为解决 就是上期报表一调整 一更正 本期对应数据也给过了 满足这两点 就叫已解决 已解决 你就不要提 就不要提 当然判断解决没解决 这个不仅要考虑相关 实际上对本期报表的影响 也要考虑对本期对应数据的 可比性的影响 这个假定说已解决 我刚才已经说过什么叫已解决 假定说已解决 你就没有必要在审计报中提及对应数据 连提都不要提 但是如果没有解决 你当然就要提了 对吧 没有解决可能连本期数据都影响 也可能不影响本期数据 但是影响对应数据 本期数据的可比性 那不管影响到哪里 都对来一个非无保留意见 好 第三点是发现上期报表存在 未发现的重大错报 这个连续审计 上期也是我审的 上期有重大错报 没发现 对吧 那看看那错报呢 影响不影响本期 对吧 这个以前发表的是非无保留意见 说对对应数据未经适当成数 上期有错报 我没发现 他就把那个上期呢 那个错报不是列报本期对应数据吗 照样列过来了 那不是对应数据错了吗 所以上期数据错 他没给对应数据 那就导致本期对应数据错 那就我就以这个原因 给你来一个保留或否定 如果上期报表错 我没有发现 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然后呢 他编本期对应数据的时候 再给改了 所以既不影响本期对应数据 也不影响本期数据 那好 无保留 当然 这时候也可能增加抢掉一段 因为本期报表没错 该改的都改了 我强调一下 对吧 那么这就 接下来就不是连续审计了 对吧 是首次接受委托审计了 上期报表有潜认审计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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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提及 潜认对对应数据 出去了审计报告 可以提 可以不提 这是职业判断 如果决定提 你就得把话说全了 你可不能说半截的话 要提 要说就说三句话 对吧 然后还有个情况 上期报表 未经审计 那这的话 是应当 在这个 其他事项段中 说明对应数据 未经审计 必须说 这是必须说的 但是 你也就要对七处余额 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 我们十七章第四节 不是七处余额审计吗 对吧 好 你该怎么审 要怎么审 对吧 好 后面是审计报告 关于比较 财务卧表 它的结构 也基本上是类似的 这个呢 请同学们呢 也还是要留意一下的 对吧 虽然我这儿呢 不怎么提 但我科研 必须还是裂了 对吧 同学们还是要留意一下 要防一防防防万一 对吧 好 这以上就第七节 第八节呢 是注册坏是对其他信息的责任 这也高达80%的口评 这个首先 其他信息的相关责任 什么叫其他信息 就是年度报告 里边除了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以外的 其他文件 就叫其他信息 对吧 他这些文件都写什么呢 他说 分布了 或者分支机构的资本性支出了 主要商品或者原材了 市场价格总是描述了 等等 对吧 总之呢 可能是董事会要求的 或者是报表审论要求的 或者法律法规要求的 审计准则对注册坏事 设定的责任 不构成对其他信息的见证 哦 这并 注册坏事并不对其他信息的见证 承担责任 我只是审的时候审报表 和审这个报表 公布财务报表 和审计报告 但是你公布的时候 你是跟其他信息一同公布的 我怕我的审过的报表 和我出去的审计报表 跟其他信息在一起走路的时候 被污染了 对吧 怕其他信息里面有坏蛋 所以呢 我把里面稍微甄别甄别 但这不是我的责任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构成对其他信息的见证 我们没这个责任去见证 我也不发表见证意见 对吧 那么既然还是有责任的 虽然没有见证责任 还是有责任 证则有专门规定 那规定就很仔细了 作为注册管理师做事情 我们知道 这个井井有条 井井业业 首先是其他信息的获取 你不能等着注册 被审单位给你 你要主动联系被审单位 对吧 如果需要在这个被审单位 发布其他信息前批准的话 注册管理师获得的最终版本 你要给我的 你当时已经批准的最终版本 你不要给我一个 最后批准前就改了一下 发布的是另外一个 这可不行的 这对你管理层 治理层有要求 你不能给我一份好的 然后你把那里边 那个不好的 有错误的往外公布 你让我审了半天好的 这个不行的 如果使用者只能通过 被审单位网站 获取其他信息 那从被审单位获取的 而不是从网站 获取的其他定义的版本 就是这会根据准则 执行程序的相关文件 这话说什么呢 貌似都听不懂 说我做这会是 我是要从你管理层手里来获取的 是吧 那时候我在网上公布了一份 你应当从网上获取 不 我就从你手里获取 前面说了 我给你从你手里获取的 如果是需要经过批准的 你的应当给我的就是经批准的 你给我的是没批准的 那是你的责任 第二 他说我在网上发布 你应当从网上去获取 你从我手里获取的不算是 不 我从你手里获取的 就是最终版本 我就一旦要这个 你得保证给我的 跟网上公布的是一样的 我用不了 让你网上再下载一份 就这意思 这个很明显 有点不耐烦 这个好像 因为这本身就不是我的责任 对吧 我只不过是操操好心而已 对吧 这个意思 这个 这个包括可能在被难于网站存在的其他信息等等 也不需要执行任何程序 确认其他信息 和这个在网站是不得恰当 显示了 说我手里面的那个网上公布的 跟着不一样 这不是你住在外面的责任吗 你不应该查一查吗 不 我没有这个责任 你得保证给我的 就是经批准的 而且如果从网上公布的话 也是从网上公布的 跟那是一模一样 给我的不一样 那是你的责任 那么为获取其他信息 注册会计之一 当于转管理层讨论 就是我说的 你主动找管理层 注册会计是与管理层讨论 和管理层与注册会讨论 那是不一样的 对吧 确定哪些稳定 年度报告里面有哪些 什么时候公布 以什么方式公布 在哪里公布 要提前弄清楚 对吧 然后最好在审计报告之前获取 这样我读完了 我在审计报告里面 其他信息部分里面 报告大家有没有问题 对吧 有没有发现问题 如果有些其他文件 在审计报告之后 才能获取的话 那要去关注提供书面声明 声明呢 在可获取 能获取的时候 公布前能获取的时候 要给我 就是一定要给我提前量 你不能在公布时才给我 给了我 没过两秒就公布了 这不行的 能给我的时候 公布前能给我的时候 尽量公布 除非你是没办法 只能是在两秒前给我 那我也没办法 当然也不能在两秒 这个是我说的极端 就是能给我的时候 立马就要给我 不要拖延 而且保证在公布前给我 尽量这样 对吧 这样就是给住的块留的时间 来发现里面的问题 进行阅读了 进行实施程序了 对吧 好 所以拿到手里面干嘛 要阅读并考虑其他信息 阅读呢 分这么三方面 三个层次 亲属近远不一样 分了三个层次 里面有一些 就神经过程中 可能都接触不到 所以那个 可能只能似乎感受到 因为我们要求 跟这个 我们实施程序里面 获取的信息 有些是了解 被人单位 及其环境获取的信息 有些跟程序 跟环境都无关的 其他信息 那我们怎么接触得到呢 所以我们只能感受到里面 可能会有点问题 所以如果你似乎感受到 有问题 你就得采取行动 因为你获取的信息 可能极其有限 采取行动干嘛呢 这个要有关层讨论 看有没有错 有错是谁错了 如果报表错了 报表表表改 对吧 如果被人单位 其环境 这个有新变化 那我要比较更新等等 好 当认为其他信息 存在重大错报时 那就要求关层更正 统一更正 我要确定 你真的更正完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 就统一更正 不是说我就满意了 我要确定 你真的更正完了 我看着你更正完 如果拒绝做出更正 我要找治理层 找治理层能解决吗 咱们按照能解决 不能解决两种情形 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 第二个层次就是 审计报告日前 获取其他信息 这个因为还没到报告日 所以时间比较早 对吧 这个有重大错报 管理层又不改 好了 我来找治理层了 对吧 看看治理层 能不能采取恰当措施 对于这个 让管理层进行更正 对吧 然后呢 根据情况考虑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审计报告里面怎么写 在其他信息里面怎么反应这个部分 实际上 当然如果不更正的话 有可能会解除业务约定 然后如果审计报告日后 获取其他信息 那做法就又不一样了 这个呢 我就不在这念了 同学们 要大家自己看的 不是听我说一遍就完事了 必须入目三分的看一遍 你自己看一遍比我念十遍都强 好了 篡讲班 就这么一种性质的班 对吧 如果与治理层沟通后 也解决不了 那么 可以采取下面四个程序之一 哪一个能把问题解决了 就采取哪一个 可能向管层提交一份新的 或经修改的审计报告 我让审计报告作废 这审计报告里面 我有其他信息部分 这是我的正式的 请你把这个公布出去 当然对方可能公布 也可能不公布 不公布 如果股东大陪没召开 我得股东大陪来陈述 告诉股东 不要让管理层 把广大股东给骗了 是不是 注册死了一共四个吧 这是要求大家 记一记备备的东西 好 当棒标存在重大册暴 或者被哪个极其环境的了解 需要更新时 那棒标存在重大册暴 那当然要求它改棒标 这还用说 是不是 可能按照气候事项那样去处理 还有其他信息 在审计报告里面怎么反映 在审计报告里面能反映其他信息的 应当是在审计报告日前 获取了其他信息的信息 如果审计报告日后 报告已经提交了以后 怎么在审计报告里面报告 这是没办法来不及了 是不是 所以对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 如果在审计报告日以获取 或预期将获取其他信息 应当包含其他信息 这个为标题的部分 以获取 对吧 那里面有问题说明 没问题说明 零报告 预期将获取 也要说明 预期将于什么什么时间获取 如果有问题 我们会采取其他方式给大家报告 另外审计报告的其他信息部分 应当说明 这段外事的审计意见 不涵盖其他信息 就是我们不对其他信息发表意见 所以不要以为 我来了个无保的意见 就说明其他信息也没错 没这个问题 没有这样的说法 我其他信息 是不发表意见 审计意见不涵盖这个东西 必须是要形成 以免误解 那如果审计报告日前 已经获取其他信息 因为有可能获取 有可能预期将获取 如果获取其他信息 如果没问题 你没发现问题 你就说 没有任何需要报告的事项 如果你发现问题了 对吧 那就说明这些问题 好 这个 如果住审计会师 已经决定 对财务报告发表 保留或否定意见 你知道 如果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像第五条写的那样 那审计报告是不包含 其他信息这个部分的 这跟关键审计事项是一样的 我们说的是 发表的是保留或者否定意见 那应当考虑导致 保留否定意见的事项 对上述说明的影响 怎么说呢 例如 对财务报告发表了否定意见 那么也在其他信息部分 指出 其他信息中的 金额和其他项目 这个因导致保留 因导致否定意见的 同一事项 也可能存在 这种大草包 这个什么意思呢 有一件事情 导致否定了 比如说 一个子公司 分公司 走称部分 该纳尔合并范围 梅纳尔合并范围 然后呢 发表了否定意见 在这情况下 你得在其他信息部分里面说明 这个 该纳尔合并范围 而梅纳尔合并范围 就是上述那个情况 有可能影响其他信息 其他信息里面 如果 有说到 关于 与那个 该纳尔合并范围 梅纳尔合并范围的 那件事 或者那个部分 有关的信息的话 那也可能存在错报 因为那件事情 有错报了 与那件事情 相关的其他信息部分 也可能有错报 但是我没审 对吧 所以如果发表保留 或者否定意见 要提一下 其他信息部分里面 与保留 否定是这样 相关的那些企划文件 也有可能存在错报 如果发表无法表示 就不要说了 这点 也是很爱考的 也考过 对吧 好了 那十九章 我们就给大家 提了一些最最基本的要求 同学们还要辛苦 在认真的 入目三分的 在脑子里面 过一遍电影 某些地方 重要的还是提 还是做题 而不是这些里面的原则 但是串讲班 我们时间就这么点 所以只能就这样讲 好了 同学们辛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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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